我所讲的东西不一定百%对我是分享 我是分享我的experience分享我的看法没有对与错 OK你们也可以是可以发挥的 没有啦我们讲离子驾就好了啦因为离子驾我们也知道了吗 离子驾dumplice还是这个atom poros plug 然后如果离子驾我们先讲这个先啦因为lust 16他会对到成龙 OK我们先讲这个brice先啦这个brice啦我跟你讲啦 有些人以为看他是卖LV的还是踢足球啦你懂啦 因为他是france 其实他英国很多好的players 我跟你讲啦我蛮喜欢他打球的 因为他打球他的planning game很美 他打球很聪明话他会抓人家弱点来打他会踏出球也是很好 他觉得很好然后他会他会怎样讲诶他的他的speed不是很快 他体能没有这样好但是他的头脑很好他的头脑很好 所以哦他也是他也是有赢过很多toplayer啦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啦然后离子驾好像有输过给他诶我觉得好像有诶好像有诶 有吗我不懂我刚才听我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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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1 hour later 喂 Blessing half tyler master 2019年2111 21.21.19诶 但是不用紧因为离子驾他欧英克人拳兵嘛 最近很 诶不是最近已经是四个月了诶三四个月了诶 三四个月 欧英克人他应该有三个月了 三个月啊三个月啊 他一对是一比一 这样一比一啊 一比一 那他们有写吗一比一啊 这样如果你问我啦 我觉得啦 这样球是有得打的 虽然离子驾是advantage啦 第一是年轻咯 有力 有speed confidence level 很高 很高现在 但是也是要小心一点也是要小心一点 因为这个Blesser啊他是 他是拿不到冠军的 他只是出来啊 upset啊 他替你一脚 他替你一脚这样的话 他会upset upset 人这样不好 所以真的是要小心这个黑马 他不能拿冠军的 他只能upset人 他的球路很好 你知道吗 其实他球路很好 你讲他杀球有力啊 他高度很高 还是什么啊 没有 但是他打球就是 聪明 他看太多video了 他打球很聪明 他把那个整场球啦 他的角度啊 说到很小 说到很小 我觉得啦 问题 不大 但是也不可以讲没有问题 不能 underestimate 不能underestimate 对对对对对 所以谁要focus 谁要focus 所以因为 对方的 那现在的 状态是怎么样 全部人都不懂 所以 如果你 underestimate啊 你一进到戏啊 你blurblur这样啊 你也是 ice cream 真的 对 所以心态是很重要啦 我是不清楚 李子佳现在心态是怎样 他的状态是怎样 我觉得我们是以 All England 状态来讲啦 如果是All England 状态来讲呢 我觉得是 OK啦 孙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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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米粉 孙孙啦 OK 然后至于说 他 赢过成龙啊 他赢过成龙两次吗 他遇到成龙 李子佳赢过成龙两次吗 对 现在讲成龙啦 好像2比2 我们讲他过啦 过了 我们算他过啦 但是我们是算他过啦 对对 我们讲到最后啦 没有我们讲到 finals还是四强 如果打成龙啊 虽然是2比2然后最后两次是他赢嘛 嗯 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东西咯 就好像我打 我打kido啊 赢六次 有时候 我们就是Olympic 就是Olympic 输给啦 所以这个东西是 有的fight 5050 因为李子佳是年轻嘛 嗯 刚才讲 confident level 全部都OK啦 Average 他的 他的point啊 都很高啦 在8989那边都很 89分那边都很好啦 不过成龙哦 他已经打过两届了 这个是第三届了 有一个girl 他的experience他有一个冠军 然后之前是拿第三名还是第二名啦 嗯 他的experience是很好的 所以 你们不能讲他老了啊 你不能讲完全是 他不能了 他老了ice cream了 没有啦 他给你拨一场球吧 你知道吗 你懂吗 他16强 他可能打两场三场 他的体能方面啦 他的体能方面还是很好的 很好 他给你拨一场嘛 你懂吗 他可以打到 拨一场哦 拨一场 他就是气到玩气到玩气到玩 对啊 他有可能是用这个tentical来打 他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种球是5050的 5050啦 如果他打成龙真的5050 打成龙是5050的区块 我个人觉得吧 我个人觉得不好 没有现在我们 我直接 说不能看小blex 对对对 这个我们现在讲 但是我们算他已经赢了啦 我们说他进了啊 打成龙的时候啊 我觉得 有的fly啦 有的fly 不是这样容易啊 不是这样容易赢啊 体能 我们 力量全部 没有讲占很大的优势 不能讲真的 年轻咯 年轻那边来讲啦 年轻 但是 成龙 喂 成龙的球路也是蛮不错的 你看他 你看他 之前啊 挤够稳啊 喂 不要开玩笑 真的是稳哦 他的脚有力 中国教练很会分析球路 成龙 不好打 对对 成龙不好打 所以我们讲不好打了 因为在经验方面而且 成龙是一个很disciplined的player 所以他大赛 而且他打过 现在是他打第3季了吗 我觉得他打第3季 他会prepare到很好 他的身体状态 而且他的心态 mental preparation 会很好 对吧 我觉得他心态真的是好 因为他上一届又冠军 我 对于我来说 中国的prepareation always very good啦 very very good啦 so我们也是要 啊 抓紧啦 抓紧啦 抓紧 抓紧这个机会 不是没有机会 这样如果 他赢了成龙 他打周天成啦 我觉得 就 应该是 我觉得啦 应该是ok啦 ok啦 他打周天成fight了喔 有赢过不呢 你看喔 有人讲 成龙的体力不够了 所以我讲喔 体力不够 我跟你 我就是跟你 拼拼一场罢了 一场 一场罢了 一场罢了 我跟你拼拼这一场罢了 就算 16强 我赢了你 Rouble set都好 打两个小时都好 我赢了 就 我再prepare 另外一个match 我没有讲 如果我跟你拼拼要打了 我赢好 等下 下一场我不能打 后一场我不能打 他可能 他不会这样讲的 他一定是 一场一场去 一场一场去 all out到完 all out到完 一定all out啦 因为 没有什么东西好输 不难讲真的 成龙来讲啦 是啦 他已经拿过一届了嘛 但是我觉得啦 他要拿两届 我觉得他拿两届 他要 打破了自己的记录嘛 所以我觉得 他的这个野心 也是蛮大的 所以我们不能讲 他已经30多岁了 他不忍了 他不忍了 忍了 忍了忍了 然后你看他比赛 那种比赛啊 没有form 没有form 这样啊 然后 我觉得一大赛啊 他就来了 我跟你讲 当你状态太好的时候啦 你觉得你状态好的时候啦 以前我状态好的时候 我打是巨查的 你2008是吗 没有啦 打什么比赛都好 当你状态不好的时候啊 你觉得 不用紧啊 我只是进去fight 然后突然间 因为你练不好嘛 你去到完的时候 你 你 没有压力啊 你直接 对对 toy your bench 你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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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好像 像2010年我打一线 game的时候 我状态很差 但是我进final 当你状态好的时候啊 你可能 first and second要输我的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要 balance 就要去balance up balance up 他的心态 大赛心态很重要 对对对 就是心态很重要 所以 还是觉得 成龙的心态 可能会比较 占优势一点 跟他的经验 占优势一点 这样至于 他的体能 在这个年纪 我觉得他的 mental preparation会很好啦也是啦 也是啦 这样office我们李子杰也不差啦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吧 这样所以 这个是一个应战啊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比赛啦 因为 我有看到新闻啊 成龙讲 之前他打球太包手了 嗯 你知道吗 他有讲啊 他有讲 他讲他 成龙他知道他自己输在哪里 他讲他 他 当时候前一段期的时候 他打球打到太多 拉掉了 他打到太包手了 所以他赢不到比赛 这次出来他可能会 可能 attacking attacking 65% 还是70% 然后防守拉掉30% 可能会是这样打啦 我看啦 个人看法啦 你看 Manable Group A的话 Kevin Sanjaya 就是那个什么什么 生死什么 死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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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 A真的是 Kevin Sanjaya 嗯 Markus Leon 黄麒麟 Ben Lin 其实我们on paper看是 Kevin Sanjaya 跟Leon 但是这个 Ben Lin 他打球 有一点怪怪啦 所以他们也是 怎么样讲怪怪 但是我不懂他们的 Ben Lin 他们啦 你那天看啊 我不知道他们的 强 强在哪里 他们的强项就是你看不到的 他是 打得比较软一点 好像阿公那样 他打得比较软 真的 他不会好像 硬给你大力的 他是这边 挡一下 那边挡一下 给你的 节奏 会断啦 因为我们平时打中刀 我们就是speed and power 什么的吧 我们抽啊开啊什么 他们是打一粒 然后这边买一粒 那边切一粒 他是慢慢这样打的 所以你 当你节奏一段了喔 他又从那边进你了 他们打球是这样啊 英国 我看到是这样啊 然后 印第亚 印第亚也是不错 印第亚这个啦 讲真的啦 跟他打要穿手套 So 印度也是有机会的 印度 印度 因为印度 其实那个 高的啦 他是没有什么特点 只是杀球 黑的 黑的 高的啦 杀球有力 然后他的打球聪明化也不是很好 然后他的防守也不是很好 他的partner呢 打球就很聪明化 他打球有一点像印尼人 有一点像印尼人 因为之前的教练是印尼人 一半一半啊 一半一半这样 对 半场球这样 所以我觉得 他 他有这个机会排第2啦 我觉得第1的话就有一点意外啦 第1的有一点意外啦 我也是没有想到他会排第1啦 如果他会排第1的话 很多人想要看 黄麒麟他们打Kelvin 因为那时候他们拿三个 泰国open champion 那个是已经过气了啦 讲真的啦 如果你们 你们觉得啦 你一样打黄麒麟啦 讲真的啦 我觉得 他们要用对的战术来跟他们打 他们就可以赢了 杀Kelvin 战术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如果啦 你看他前三排啦 不用看啦 不用问神啦 不用问神啦 你练到多ft都好了啦 我跟你讲 不用看 一定是 其实速度来讲 李扬他们会输他吗 李扬不会输啦 速度 力量 不会输 但是 可能聪明化跟球路有可能会输 这两个可能会输 所以是 2打2的嘛 2打2的嘛 两个强项跟两个弱点 两个强项跟两个弱点 所以我觉得 看他们用什么打法啦 他们有机会赢的 用对战术就OK了 用对战术 因为他们已经 防守 速度 全部游到玩啦 Finance 是看他们用什么战术 是看他们在当时的时候 他们的心态稳不稳 因为如果 因为刚才我有讲 因为Astro Arena 他有访问我 他问我如果打印尼的话 我们应该要讲打 Alan就要打Henra St1 OK等下我们来讲 我就讲 我们要先开始先防守先 先防先 因为我们的前三排太强了 我们先防守先 OK我们的Mentor 一定要 但到最后我们也是要进攻 我们是先打防守先 把他的思想拉去后面先 然后我们再跟他打前面 对吗 这样他就没有这样 focus吗 等他们顾后面多一点先拉 对 如果我们一来啊 我们跟他打前面拉 我们几乎上是应该 没有累 没有累就输出来了 冰淇淋 应该是冰淇淋 很快就冰淇淋 我觉得是这样拉 真的 OK我们看回 Group B 啦 Group B 的话 然后 Ando 跟Yuta 然后Anders 跟Ivanov 对 然后这个下面呢 我们不用看 下面是什么国家 啊 不能 诶 下面是什么国家 Nigeria 什么啊 Nigeria OK Nigeria 应该是拉 不会勒 他们的国旗好像 GEDA这样的勒 对对 然后你看拉 Russia 是被Olympic ban了的 所以你看拉 他的国旗 他没有放Russia的国旗 谁 为什么被Olympic ban 因为Doping啊 什么啊 好像是中很多轮 你看他国旗 对对对对 我昨天听 Olympic 讲的 哦 他们被Block了 他们被Bank了 所以他们代表 不是代表Russia 他们不懂放什么 哦 还没有去了解到这个东西 哦 OKOKOK so 在这边这样看 我们看On Paper的话 就是前三个 Ivanov King Astro 但是我觉得拉 YutaNabe有机会上车 有机会上车 我觉得Ivanov可以打他 因为这么 因为你看拉 那个Ivanov 他平时打比赛的时候 都没有遇到这两个对手 现在他也不知道两个对手是怎样 因为每次遇到 你们看拉 他们一赢比赛都是赢 赢印尼 赢印尼 打的比赛 赢Kelvin 每天就 赢Kelvin 然后每天赢Hedda 没有拉 输Hedda 对 所以我觉得拉 有机会 Andro有机会出 出局的 有机会的 有这个机会 Fight Boon拉 这三个 我觉得Fight Boon拉 Ivanov打那个 Tim Astro 他们也是很难讲 他们Yvanov打Yvanov是打神打死的 他们面子很重要 然后Group C Group C来讲 中国 李俊辉 李俊辉 日本Kelvin Sonata Takashi Kamura Mark Lamphus 我觉得Mark Lamphus会出现 我觉得拉 会 我觉得会拉 我觉得他会赢Kelvin Sonata 我觉得 因为他们 因为啊 日本人打球他是 反应球吧 他是实力强 speed强 有力 你看他是没有什么球路的 他球路还好 但是 Denmark这队 他的球路很好 他球路很好 他球路很好 他们配合也是很好 因为他们个人实力不强啊 Europe player 他们double 他们个人实力不是很强啊 他们不是很强啊 他们打不是很强啊 但是他们配合 他们 不管 他的partner在外面做什么 他进到场 我就是 跟你合作 就是跟你partner跟你合作的嘛 他们 他们这个European 他们做这一点做得很好 因为那时候我有去Sparting他们嘛 吃东西啊 没有一起吃的啦 一个人吃个人的 真的 没有好像我们做妈妈啊 还是什么 没有 一点都没有 讲真的 去两个礼拜啊 真的是 没有参在一起的 对对对 根本没有 对啊 但是他们一进场说 我们就讲话嘛 我要怎样合作 怎样打好这个场比赛 他们这个好 所以我觉得他们有机会出现的 他 我没有看好他打赢中国啦 我看好他打赢日本 他如果会打赢日本 他打赢美国 他就有机会进了 对对对 OK Group D啦 你看这是怎样 你的看法 Group D 啊 最有经验的就是那个 Hanzas Sertiawan 跟Mohama Asan OK 这个来讲 就好像 Dounmohong刚才讲 他的 Experience啊 他的心态啊 已经有在那边了 对啊 OK啊 对 然后那两个叻 马来西亚跟韩国 就是比较好像 要冲咯 黑马咯 对啊 因为也是第一次 OK 心态 可能会比较急啦 我是这样看啦 谁 Alan Cha 跟 韦翼 跟 Toy Shoukou Toy Shoukou 跟 Shoujongjie啦 他有赢过 Hanzas Sertiawan的 对对对对 Hanzas Sertiawan的 我们不要讲那个 Canada的啦 Canada的 因为 maybe 水准有一点 不平衡啦 对 有点不平衡啦 我看啦 然后Alan Cha 又每次赢 那个 Shoujongjie喔 OK 我觉得啦 Alan啦 我 我知道他有在看的 他偷偷在看的 他应该是有在看 我们直播 他有在看的 但是我讲真的啦 Alan 你这个 Group D啦 你真的是有机会 真的是 很有机会 很大机会喔 我给你一个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想法 好不好 真的 我不懂你认同不认同啦 我不懂你们认不认同啦 你看啦 如果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啦 我打人 Tony Gunawan 那时Tony Gunawan 我21岁的时候 还已经差不多 是 我21 22岁的时候 他已经是差不多 要30 30出岁了 他们要30出了 那时USA了啦 那时候他 帮助他那时 他帮助他 他是帮助Candra那时候 他帮助Candra 还是Siki Chandra那时候啦 总之我们一年轻啦 我们也打到老了啦 虽然他的experience很好啦 我跟我自己讲 我的体能 一定是赢你了的 在这个Mainter psychology 我先赢你先 我先赢你先 我会这样跟你打先 这样印尼 他的strong play是在哪里 前三派 你知道 一样咯 一定要先防他去后面先的 因为你看啦 有9次 包括All England Final啦 All England打个 阿山 阿山那时候啦 他打到很美了啦 第二场我防守 打到很开 然后反攻 把那个节奏放慢 再跟他打久一点 然后才攻死他 已经很美了啦 但是打到最后的时候 可能要 要赢啦 要赢啦 开始进啊 我要跟你抢 我要跟你抢 你一跟他抢 你就给他抢 你就给他抢走啦 真的 对啦 我讲的对吗 你不要抢劲啦 在Mentality那边啦 我们要先cycle我们自己先 我跟老人打碎啦 你是experient的 我不要跟你打experient啦 有什么球 我先开始拉去后面先 你先消耗他的体力 因为他30多岁啦 你不要跟我讲 你30多岁 多费多费啦 我们不要讲Dato 跟灵丹啦 我们不要讲啦 好像Henda他们 阿萨他们我觉得 他们的体能 没有像Dato 利跟灵丹的level 没有像富海峰 他们的level啦 Henda的calf都没有没有样了 没有啦 我觉得啦 直接 拉他先 直接拉他 跟他打场啦 跟他打场先 跟他打场先 因为老了嘛 就好像 你跟你爸爸打球 你爸爸安装 杀球一转来转去 哎呦 爸我不要跟你打啦 我直接没力 打高球给你啦 你继续杀啦 你杀杀你累了 我还慢慢 慢慢欠你啦 拿刀片慢慢欠你啊 你要慢慢欠你啊 我是在看法啦 那个心态就是讲 呃 我要跟你 顶先啦 还是什么 我要跟你顶 我们的总之你也有准备 因为我们的马来西亚的防守是有的 我们不需要担心的 我们马来西亚的防守是一级棒的 一级棒 但是我们不能 全防守 我们 第一步先做一个 我们先跟他打前三拍先 我们打不过 我们跟他开 我们先打防守先 打先打防守 我们跟我们自己讲 我们防守是未了 要给他消耗体力先 要把他的思想拉去后面先 最后我们才来 才来给他抢 对吗 反攻啦 我们才来反攻 我们才来反攻 对对对 对吗 总之 我们要set好好 我们要set好好 我们要这样打真的 如果你进去啊 你急啊 一定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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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年轻 年轻哦 我们要进攻嘛 因为 我跟你讲啦 当我年轻 对年轻 好像打英零零修的时候啊 我不相信 Kelvin Sanzaya的头顶 这么好料 我觉得我的 抽球是 抽得过好 当我抽很平过去的时候啊 他回来更平 所以我每次跟他们讲 不要不相信 头顶 是印尼人的 强项 不能不相信 你也是有试过的 你也是有试过的 这个东西 所以 你很主动都好 你抽下去 他也是不懂怎么样接到的 对 那个回来你会吓到啊 因为你觉得你抽到很美了吗 对 所以 所以我觉得先 我们先 先试一下 OK 其实往前真的不要抢往嘛 你打印你 你注意看 为什么 日本可以打赢 Kelvin Sanzaya 你去看回那个video 是跟我讲的是对不对 对不对 防守先拉去后面先 不要给Kelvin拿球 就算他拿给他跳去那边打 当他那封王没有降熊的时候 我们一反他 我们就开始攻了 总之你一看哦 你跟印尼打啦 如果你前五拍你顶不到他啦 基本上啊 你都是 你都是 你都是Ice Cream给他了 五拍里面你顶不过去啊 你一定是Ice Cream Confirm Ice Cream 拿分又快 OK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防守是有那个实力先开他们两边的 我们先开他们两边 因为 Tiawan和Hassan啊 讲着他们的移动啊 Confirm是输Arendia跟 所以啦 虽然Arendia有一点度难啦 有一点度难啦 但是Arendia年轻啦 他年轻啦 爆发力也是好 他爆发力好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赢什么 我们赢速度 我们有防守 对呀 我们有防守 他们 可能输心态 经验 输心态跟经验 所以他在那个 澳英国 你要想回去你 你在澳英国 你输在哪里 他输在哪里 你看到他输在哪里 他其实他打对 你知道吗 我跟他讲 你打对了 你这样第三场 你再反下去啦 再反攻这样打啦 Confirm赢好了 因为他也是累了嘛 菊花是怎样拿分 嘀啪啪啪啪啪啪啪 好 Habits 他们的防守啊 也是等一边嘛 我的 心态跟战术啦 心态战术 实力方面 我觉得是 OK我的 已经足够了 因为 Dihandas tier 1跟 这个韩国的 我们已经有试过了嘛 过去 他们已经赢过了嘛 然后Dihandas tier 1 他也有本事 跟他打 Double set了 只是输在单数了嘛 输2 我们不会输给他 不会输啦 不会输 Confirm不会输 不会输给他 真的 如果你们不相信 你们可以去看回那个video 就好像 日本 怎样赢 Kavin Sanjaya 就是先打防守先 没有跟他乱来的 不能 跳高高给他杀 跳高给他杀爆 因为那天我有看 李扬跟黄麒麟 他们打Kavin Sanjaya 你可以比较啦 拿这两场来比较嘛 李扬他们 防守是对了 但是 我们应该是 少抽 他是抽跟 他没有拉高 对对对 他是抽多 他是抽多 他防守是对 但是你一抽 你给Kavin Sanjaya 拿到球 拿到第一粒就 总是你要抽 还是拉高 拉两边高 然后还是抽高一点 因为Kavin Sanjaya矮嘛 你抽 比Kavin Sanjaya高一点点 给他去抢 然后他疯狂下来的球 没有这样凶 Either你是 反攻 还是你再挑给他 就可以了 那时候 他们其实是对 但是他们 差一点点啦 防守那边 防守那边要拉高 一定要拉高先 一定要拉高来打先 但是我觉得 你觉得是 训练的习惯还是什么 好像防守啦 有些人很喜欢抽 有些人很喜欢拉高 好像 但是有时候啊 不一样不相信 诶 台湾的抽球不够凶 凶 凶 真的凶喔 很拆凶喔 西班凶喔 对吗 但是 他抽不过 抽不过 真的抽不过 真的抽不过 我觉得他有机会 比较大 我觉得 马来西亚 陈炳顺 吴柳银 没有这样怕 鬼老的球 那个 Germany那个 啊 那个 Mark Lampwood Mark Lampwood 然后就要看 赢多其中一个咯 OK 赢多其中一个 过后 Danzunman他们 我觉得打Danzunman 他们 他们比较有机会 但是他没有什么赢Danzunman的喔 但是也是很久没有打了 我觉得Danzunman 是他应该是他 他的partner 他很久没有打了 他很久没有打了 这样 他还会拿球拍吗 你觉得 他还会叫什么 打野猫球吗 一定会啦 确认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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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确认啦 这样你问我啦 如果我的看法啦 我的看法 我是没有看standard啦 江老师 这个捆爽啦 我没有看standard 因为怎么呢 因为整体来说 郑思伟有打过奥运会吗 诶 那个王毅力 有打过奥运会吗 没有没有 Marlane Foods有打过奥运会吗 没有 还有另外一队是哪里 Danzunman有打过奥运会吗 没有 那个另外一个有 这样 在运训 在运训有吗 这样现在8个人里面啦 吴刘云跟张变顺 唯一是打过Olympic 又是一个pair 他不是一个人喔 这样喔 他在Olympic还赢过第二名吗 我觉得他有 他绝对有这个form啦 因为他已经知道 什么叫做Olympic 有些人 一直觉得 我要去打Olympic Olympic Olympic是什么来的 大比赛 这样去到那边 心态我要怎样掌握诶 不一定 我不会掌握吗 这样 也是要有经验啊 现在 炳顺有这个经验了 虽然 在实力上啦 实力上我们看到 不是很advantage啦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因为他们有advantage嘛 他们有打过 他们有拿过冠军嘛 对不对 那个心态也是会好一点的 我觉得他心态会好一点啦 我觉得是这样啦 来来来 你的你的 还是我的 我的也是无所谓 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个经验 他有这个advantage啦 如果他能在group那边出现啦 跟你讲啦 他就来了了 他就来了了 关键是在这个小组的时候 所以 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啦 然后 你讲 Kellar现在你讲 炳顺他们有那个经验嘛 但是你看 球路来讲啦 他可以赢哪一个 比较 多advantage啦 球路来讲啦 我就不要讲太多啦 对啊 我是觉得 很balance啦 因为 各有各的advantage 各有各的advantage 因为你看喔 现在你讲到属于准啦 如果啦 你是一个 很厉害 很厉害很厉害啦 球员啦 这样你去到 打Olympics啊 你直接赶装啊 你两粒鸡蛋都震了啦 你要怎样去发挥 你要怎样去发挥 明白明白 这是很关键啊嘛 水准高是 OK 你要这样你看喔 2004年啊 林丹打运会的时候啊 林丹好了吗 好了吗 对不对 对不对 好了吗 热门嘛 2004年 热门嘛 那是林丹刚刚出来的时候 热门嘛 Gekko一打那个新加坡的 王雷啊 哎不是王雷 sorry WAN RONNER SUCILLO RONNER SUCILLO 爸爸输掉啊 那个是印尼人啊 那个是印尼的罗 去新加坡的啊 所以啊 我还是 在意啦 我还是比较 focus在他们的心态 比较重要啦 心态 经验啦 经验 你2008年是第一次打Olympics啊 对 然后你是top seat 我是top seat 然后我霸强 因为我 我知道我可以进霸强啊 OK我比较有 有信心啊 那时候因为我练到 练到太好了 然后 我打Magic Skido的时候 我已经赢他六次了 为什么 我会输掉 心态我觉得 心态 因为 就好像那个 我讲丙顺为什么有机会 因为 王毅力 每次赢他啊 这样 你赢我是理所当然 因为你赢我很多次了嘛 如果你给我赢你一次 你就 execlame了 confirm execlame了 丙顺的心态跟他的心态 丙顺是很想赢 他是想想赢 更想赢 你懂吗 所以 他这样心态他打的时候 不一样的 会急的 他会比较急的 这个是我的看法啦 好像你打Kilo那时很急啦 我打Kilo的时候很急 我每一粒球都杀 其实我不应该先杀的 因为他一直挑快给我嘛 我一直因为练到很fit了嘛 就 哇我觉得我很fit 我给杀死你 结果没力不不不不不 这么越不越 他球越回来了 紧张了嘛 紧张真的紧张 哦紧张 psychology very important yes 波根业 你讲的有机会 你讲到 你讲的对 你讲的对 psychology是很重要的 真的 尤其是大比赛 尤其是大比赛 所以我觉得 我们先不要 看实力啦 看实力的话 你会直接觉得是 ice cream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看法 来看 experience跟advantage 方面啦 我觉得 平顺跟wooling 他们比较advantage啦 啊 他们比较advantage ok 曾思伟 ok 曾思伟 嗯 group a啦 我们讲group a 现在好像group a group a 来你讲一下 曾思伟 Robin Tamblyn Selena Piat 啊 这个也是不错啦 不错啦 不错是什么 不错是什么 他有打过联赛啊 对 Robin Robin我不懂的 我不清楚 我觉得 Selena Piat有啦 Selena Piat有啦 有他有打过 他有打过 然后 小熊姐他们全部都没有打过 对 全部都没有打过 只是 然后那个什么adam 那个我不懂哪里啦 我觉得 曾思伟出现啦 他排第1第2 他怎样都是 有机会排第1第2 排的啦 排第1第2 然后 我是看好这个 Selena Piat 因为Selena Piat 他年轻啊 然后他打球 他是左手的嘛 他移动又很快 他很聪明一下 他搬的出球又很聪明 所以我觉得 他跟曾思伟出现啦 这两个啦 这个group 韩国跟中国啦 韩国跟中国啦 你们先mark下来先咯 你们先mark下来先 看到时候我们讲的是对还是错 ok 所以这个group B 是Tijapo跟这个 Tom Tom 也是 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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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的 法国这个也是很好的嘛 好 所以我觉得啦 Markus Ellis 法国的 因为 最近的时候是 法国赢Markus Ellis嘛 好像是 对啦 所以我是看好Tijapo 这个group B啦 我是看好Tijapo跟这个 法国的 法国的这个LV啦 Lewitton ok 我看到Lewitton 那 现在Markus Ellis也是有机会的 但是我是看好法国啦 个人看法没有对你错 ok 然后这个 Pavin Jordan跟 Malawati 欸 Malawati Malati 这个Malawati OK 这个Malawati 这个Malawati跟 Martis Kristensen ok 然后这个Simon Simon 应该是 Simon Wing Simon 应该是 Chickman Wing 应该是 Wing 应该是 Wing 应该是 Wing 但是我们 on paper看 我们是 on paper看 这个Bavin Jordan 跟 Yuta 是有机会出现的 ok 尼丹 我们有 S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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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ful 很多group 真的很多group 有一点乱 Powerful Beautiful And Wonderful Wonderful OK 我们看一下 Wing Women Single 是这样 OK Women 因为 有一点太多group了啦 对对对 有一些什么 啊 Germany啦 法国啦 Italy啦 那些 哦太多了 所以我们是看 Sonia 所以我们 这个Sonia 我跟你讲啊 它是groupn嘛 对啊 它是groupn嘛 是不是 这样你看它打了channel啦 怎样 那个不完整 percentage 你看 percentage 因为你看那些 有两个人是 他昨天 他的电脑 有一点cake 哦 看啊 哦 不用紧 我们看Sonia 我要看Sonia Sonia Sonia 如果 看Sonia Sonia 我看它 Head to head 我check啊 check空白了 Sonia漂亮 对对对 Sonia漂亮 OK 他最后一次打All-Incrant 是 21比9 21比11啦 这样可能 他 现在 他professional player啦 可能他training 他浓一点 他的头脑开去了 他可能他的头脑开去了 好像 Liu Darren这样 因为 因为啦 其实他 他没有什么好输嘛 他underdog去打嘛 对对对 没有pressure啦 虽然我们 on paper啦 on paper 我们看到Sonia 我们看到Sonia 没有这样 advantage啦 但是有可能呢 直接发奋图强耶 他发奋图强 他如果赢了 Lassano 他如果赢了 Lassano 他就进了了 他就进了吗 confirm 他就进了 Lora Sarossi 不懂哪里 Lora Sarossi 哪里来的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哪里 这个什么国家 蛤 我都不会看了 那个国旗 这个应该是 Ger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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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觉得是有机会啦 Sonia 每个人都有机会啦 讲真啦 我们有时候 东西我们不能讲啦 东西我们不能讲啦 每次有机会啦 像我这样 我Olympics时候 那时候08年 我是top seat 我是top seat吗 08年你top seat 08年top seat啦 我是聚乐门嘛 热到我头发都热上来啦 烧去啦 结果八强输了 对啊 所以有 我输给 我输给 Markis Kido 跟Henna Steel 1 08年时候 拿冠军嘛 所以我觉得 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啦 真的 对啊 真的 哦 小带 秋后啊 小带秋后 Sonia can go 改改 after the game 没有啦 不要这样讲啦 不要这样讲啦 我们要鼓励他们啦 对啊 讲真的啦 如果你看不起他啦 对啊 你觉得他 他会去那边 逛街那些啦 其实 讲真的啦 再断疫情啊 再断疫情 虽然他赢还是输得好 at least 我们可以看球 我们可以打发我们的时间 我们可以support他们 你讲的对不对 对 如果对的话 你刷一把对来 对不对 所以把爱心来 所以把爱心来鼓励他一下 因为 我觉得我们现在都没有事情做lock down 不懂lock down 其实越lock越惨越惨越惨越lock 落到9000多 我怕等下lock down 直接9万多耶 9万多 OK的 对吗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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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险啦 冒险去比赛啦 对啦 这样多人去一个地方 也是怕不呢 嗯 你讲马来西亚来讲我看因为黎明燕啦 啊黎明燕啦 他打Poly嘛 OK Poly还有一个是那个top seat top seat是那个 日本 啊日本 OK 日本 啊 我觉得他打Poly啦 之前啦 pass record啦 他喜欢打Poly不是啦 他不好讲他喜欢打Poly 对对对 OK 这样 有这个机会啦 有这个机会 真的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机会 然后呢 Poly又可以打那个日本喔 哦 如果Poly 我讲如果Poly 输给马来西亚 然后Poly又赢日本 然后我们又输给日本 是这样帅 我按了那个桌啊 我看一下啊 我看一下桌啊 他是P 好像是P 没有B 没有group B 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那些 那些 几时打 几点打 我也是去check了的 我没有做功课的 OK OK 所以他们第一场是几号打 请你讲一下 我在这边 在这边 在这边 对英国的 喂英国也不错了 可以打了嘞 这个Coloy Bridge 然后跟Lawrence 也就是可以打了嘞 可以打可以打 喂不是不是阿坡奶奶嘞 英国也是可以打嘞 因为我觉得你双啊 你双啊 大同小异 全部都是有的打了嘞 有的打 只是日本稍微 比较强啦 这个Poly 太强了 但是呢 我觉得啦 我觉得啦 现在Olympics 太多人 太多人 太久没有打比赛了 所以我觉得 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 我总觉得 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 拿牌回来 或者是拿冠军的 对啦对啦 对不对 包括我们的 南双跟 南叹也是有这个机会 有机会啦 因为很多国家 都是好像 WOWCARD 这样啦 景气 然后你看 你看group B 啊 你哪一个没认识啊 啊 你跟过了 group B 我认识第一个跟第四个啦 这样我们 我们讲回我们马来西亚啦 我觉得 我觉得 有这个机会去排到group第二啦 对对对 如果第一的话是一个奇迹啊 对不对 奇迹 真的奇迹 我们没有 我们也没有讲看不起我们马来西亚的女生啦 不过 我觉得 打到最好来说 可以去到第二 grouping第二 grouping第二就可以进八强了嘛 对不对 这样如果啊真的是 form啊 西亚的干form啊 西亚的干form啊 可能拿group第一也是有可能的 也是有可能的 有这个可能的 对啊 啊 也是有这个可能的 然后 其他的女双我们 也是 这样吗 没有什么讲了哦 我们是看 没有什么 就是啊 啊 group第一的就全部都很强一下 group第一 哇 group第二蛮强一下 group第一蛮强 对 group第一是 是 什么啊 什么啊 什么 什么group啊 什么 什么 淘汰啊 什么 死亡 死亡 死亡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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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那个quart final也是累哦 我跟你讲 confirm吗 对对对 first and second seed 直接进八强 对对对 first and second second 再group啊 女双啊 就直接进八强 就进八强 其实我觉得你一进到八强的时候啊 那场球啊 不管你多累都好啊 我觉得你一定要把那场球 真的是 赢下来 因为你赢下来的时候哦 你一进四强的时候 哇 紧张了 因为 你有机会摸牌了吗 哇 那时候start了 那个 那个时候start不能碎了 那个start不能碎了 group的第一会打另外一个group的第二名 是这样讲吗 还是抽过 哇 这个我就不清楚哦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哦 应该是第一打第二 group group B 躺着赢 啊对 group B 我看啦 MAYU MASUMOTO 跟这个 SERENA SERENA PICK 会进 会进 然后group C 我看 看一下 group C 应该是 度约 度约 李 李 李 英 慧 跟这个 李 SERENA PICK 我觉得啦 哦 最重要他们不要烙赛啦 一烙赛下去啊 一进一院啊 就少一队来打 哦 现在因为现在 现在流行烙赛啊 烙赛哦 可以不要去打啊 不懂 可以 可以 extend 可以 extend 可以extend 不懂可以extend吗 Olympic Olympic都extend一年了 哦 你直播到时又破万了 没有破万了 没有破万了 At least 没有破万了 哦 所以 我们 我们 虽然啦虽然啦 虽然我们的 女双啊 她 ranking 是没有 不是很高啦 不是很高啦 不过 我觉得有这个机会 因为就好像你买TOTO一样 我们知道TOTO 一万个号码不能中了嘛 但是我们去买 所以我们一买 我们就有机会中了 如果你没有买 OK 没有机会中 肯定没有机会中 我觉得他们三个会fight啦 那个Lawrence Smith Pawley 还有赵棉冠 嗯 这三个fight啦 上面那个实力真的是有一点强 哪里 那个 谁啊 Sayaka Hirota Yuki Fukushima 哪里呢 啊 他有一点啊 所以所以我们有机会拿第二的 我们有机会拿第二 因为这么 因为赵棉冠人们时常会打赢Pawley 对对对 很难讲嘛 对啊 对对对对吧 没nels 对对对对对对